兩工人在沒有用手煎刷 旁邊還有一台鋼燭車 還有水車在購水 看到這工廠怎麼很正常 不過工廠另外發現說 這鞋子的手、手芯 都讓鞍貴落的空 結果是死幾片 第一個就是農藥下省的情況 什麼樣的農藥就沒辦法判定 可能讓頭讀的這兩百幾層 在大高山發燃用力漏斷 而且都超過四十年的人手 為了皮革 所發財都要討斷 在飲汽車指導一下 現在這麼多錢 準備要刷到百尾 現在要不刷就向頭讀 並持續擴大追跡中 既然香港已經收到的陷阱 相關人員為冠軍的禁忌出席 希望盡量償救這麼一切 並視新聞華連報道